行 这节课的话我们花点时间呢 一个呢是把刚才的这个光标移动呢 再扩展一些其他的移动方式 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后面还有其他的一个内容啊 那么第五个扩展一 那么今天两个扩展 第一个是这个地方的扩展 第二个呢是我们后面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 扩展一呢叫光标的快速移动 那么第二节课的时候 这地方呢我们看了几个光标的快速移动 包括呢 行手 行尾 手行和末行以及翻屏是吧 那么除了这五个之外 还有 还有呢 那这地方扩展的呢要扩展的 第一个 快速将光标移动到指定的行数 快速将光标移动到指定的行数 按键 数字 加大计 数字加大计 那假设我要移动到十行 那你只需要按入十加大计就可以了 那我现在的这个光标是不是在第一行啊 这种提示嘛 第一行嘛 好那我按一下十加大计 是十吧 那如果说我再说 二十加大计 二十行了啊 所以这个光标呢是快速移动到指定的行是数字加上大计啊 这个快递件 然后第二个呢 要说的就是补充一下 那如果说我想以这个当前光标为准 向上或者向下移动 N行 那么这个写法应该怎么写 按键 我现在在第几行呢 现在我在第二行 我想往上移动五行 或者说往下移动五行 那这个时候咱怎么按键呢 东西选择 二十行 是吧 往上移动五行 不就是少五行吗 那不就是十五吗 那十五G不行吗 那如果十五G的话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这个就不用说了 因为和这个是一个意思 是吧 所以这地方的话肯定不是这样来的 那么我们要这个操作呢 是数字 加上我们的方向键 向上 这个表示向上移动多少行 那么同理还有一个数字 向下 就是表示向下移动多少行 那有没有说向左或者向右移动多少字符呢 也有 也有啊 那么先看这个行数吧 数字加行数 我现在是二十行是吧 然后假设我往前移十行 或者说五行吧 五行上 是不是五行了 这个不需要我去计算说 二十减五啊 不需要我计算 然后再往上移三行 那么三向上 右往上移三行 数字加上方向键 那么往下也是一样的 现在十二行 我往下移十行 那么十往下 变成二十二行了 所以上下可以很快速的进行移动 那么左右能不能呢 试一下 我现在在第一个字符这个位置是吧 我往右移动十五个字符 十五向右 一加十五是不是十六啊 没问题啊 所以这样呢 也可以啊 同理呢 也可以往左或者往右 移动多少行 那么第三个 以当前光标 为准 向左或者向右 向左 向左 向左或者说向右啊 向上 这个地方不对啊 向下 向上向下 然后向左呢 或者说向右啊 移动 移动啊 N 这不能算行了啊 这个就字符吧 按键呢 就是数字 然后加上 左 加上左 然后呢 同理啊 数字加上右的啊 这个方向键 啊 这样的话 我们就多出了 哎 三个啊 快速移动的方式 当然除了这个方式之外 还有一个方式 还有一个方式 那么还有一个方式呢 这个方式的话啊 它就有一点 超出我们的这个 当前的这个命令范围了 它呢 是另外一个模式下的 叫做 嗯 默航模式下 默航模式下的一个 快速移动光标的一个 哎 移动方式 那移动方式怎么移动呢 是移动到指定的行 啊 移动到指定的行 默航模式进入的方式就是按下冒号 然后呢 这地方呢 我需要去输入一个东西啊 输入一个比如说 十行 哎呀对 按下冒号 再按数字 再回车 现在的第十行吧 那我要移动第一行 冒号 一 是不是第一行了啊 这样也可以啊 这样也可以 还是上面这个块啊 上面那个块啊 因为这边你要切换模式嘛 那么按键就是按键 那么先输入英文的一个冒号啊 英文的冒号 输入英文冒号之后呢 然后呢 在其后啊 其后输入行数的一个数字 然后按下回车 哎 这个方式也可以啊 也可以 那么用的这里面用的稍微多一点的呢 第一个 这个用的比较多一点啊 然后呢 第二个也还算可以 那一定要区分什么呢 哦 一定要注意的就是 这个顺序问题 这个顺序问题啊 千万不要把它记成 记加数字 不要这么记啊 不要这么记 不要这么记啊 为什么不要这么记 如果记在前面 是不是先按了记了 会怎么样 直接就到最后一行了 他还等你后面这个十吗 等这个数字吗 他就不等了啊 所以不要记到了 记到了就不对了啊 这地方需要注意一下啊 数字在前面 大记在后面 如果你大记放前面去 他就直接取最后一行了 再按数字就没用了啊 数字加记啊 一定要区分开 那么一和四是等效的 但是两个输入方式不一样啊 一个是命令模式下的 一个是末号模式下的 这两个呢 特别后面这个啊 这个先了解一下 因为咱现在没有讲到末号模式 先了解一下就行了 这两个用的稍微多一点啊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扩展啊 关于光标的快速移动 那么这么一来的话 我们光标快速移动的方式 已经有九个了 已经有九个了啊 前面这四个肯定要会 后面这几个 这两个你肯定要知道啊 后面的话了解一下就行了啊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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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